篮网昨天又输球了,毫无例外,东部第二位置也是拱手让人了。 这场比赛篮网本可以拿下,但是由于纳神的错误计划,直接让篮网又输球了。 图片来自网络在赛后采访当中,纳神一如既往逃避问题,竟然面对球队的现状,表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主场作战成绩这么差劲。 并且还有理有据,拿球他球队主场数据做对比。 为什么必而不谈客场作战呢? 因为客场作战现在几乎没有纳神什么事情,就连欧文都说过,篮网队不需要教练,尤其是纳神这样的菜鸟教练,篮网队压根就不需要。 因为在球场上已经不止一次出现球员自己探讨战术,主教练纳神隐身的事情了,而哈登被错误使用,也成了篮网输球的关键原因。 图片来自网络而这场输球之后,篮网再次掉落名次,球队的争议也越来越大。 而这一次队内多名球员直接开始逼宫,其中就有哈登和格里芬。 哈登在今天的比赛中再次忽略了纳神的存在,而除了哈登、夏普和约翰逊,也是选择站在哈登这边表示对球队主教练纳神的不满。 杜兰特和欧文因为纳神的不合理用人都出现了不同的伤病,而这一次哈登丹和带队输球,纳神再次变成隐身人。 强队输球,弱队还输球,篮网现在真的是已经沦落了。 这一次球员再次站队逼宫,如果管理层不解决好更衣式的问题,篮网多位球员的巅峰时刻即将过去,一旦这个赛季完成不了总冠军任务。 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,图片来自网络而关于篮网换掉纳神,再次请回德安东尼,指教的声音也是很多,毕竟比赛已经证明哈登才是篮网队的下线。 德安东尼有完整的哈登启动方案,激活哈登,篮网队将所向披靡。